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影片,这是一场关于宇宙的奇妙之旅,一场关于时间的探索,以及一场关于宇宙的诞生的解密之旅。 我是你的名字,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这个神秘的主题。 宇宙,那无垠的星际大海,充满了无数的星球、恒星和奇妙的现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时间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在宇宙中如此重要? 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解开时间的奥秘。 时间,它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们理解宇宙运作的关键。 我们将深入探讨时间的相对性,时间膨胀,甚至时间旅行的可能性。 而宇宙的诞生,那个神秘的开端,我们将追溯到大爆炸理论。 探究它是如何诞生宇宙,让一切开始的。 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还将探讨时间与宇宙的关联。 黑洞,奇异点和时间的区率将成为我们的探讨对象。 还有,我们将简要提及霍金的黑洞辐射理论,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时间和宇宙的理解。 在这场旅程中,我们将探讨当今宇宙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并揭示一些仍然存在谜团的未解之谜,如暗物质、暗能量和宇宙的命运。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启发你,鼓励你继续深入探索宇宙的神秘。 因为科学世界永无止境,充满了惊奇和未知。 所以,如果你对宇宙的奥秘充满好奇心,如果你想知道时间是如何交织在宇宙的编制中,那么不要错过这场奇幻之旅,让我们一起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 时间的起源和宇宙的诞生,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旌旗之旅吧。 所以,如果你对宇宙的奥秘充满好奇心,如果你想知道时间是如何交织在宇宙的编制中,那么不要错过这场奇幻之旅。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旌旗之旅吧。 在我们开始前,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图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更多关于宇宙、科学和知识的精彩内容。 而且,别忘了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分享你对宇宙奥秘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趁着这个紧凑的旅程即将展开,请坐稳,把手机或电脑画面放大。 因为我们将带你穿越时间和宇宙的奥秘,探索未知,解开谜底。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部分一,时间的概念和挑战解释时间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感知它。 探讨相对论的概念,包括时间的相对性和时间膨胀。 讨论时间旅行的理论和挑战。 部分一,时间的概念和挑战。 一,什么是时间?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时间。 时间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存在,但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宇宙中,时间是一种度量事物变化的方式,是事件发生和进展的维度。 我们感知时间,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这些运动和变化以时间为基础来衡量。 二,相对论的概念。 现在,让我们进入相对论的领域。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认识。 根据这一理论,时间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绝对流逝。 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 这意味着,当你以不同的速度运动时,你将感知到时间的流逝速度不同。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相对性。 三,时间膨胀的奇妙。 除了相对性,时间膨胀也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概念。 根据广义相对论,重力场的强度会影响时间的流逝。 这意味着,在重力场较强的地方,例如黑洞附近,时间会变得更缓慢。 而在较弱的地方,时间则流逝较快。 这种效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宇宙的极端环境下,它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四,时间旅行的理论和挑战。 现在,让我们谈谈时间旅行。 时间旅行是一个令人著迷的概念,但它也充满了挑战。 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关于如何实现时间旅行的理论,包括使用黑洞、状态空间卷曲和虚拟粒子。 然而,这些理论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例如能源需求、时间悖论和实践性问题。 时间旅行是否可能,仍然是一个代解之谜。 但它确实引发了极大的好奇心和许多有趣的探讨。 这就是我们时间的概念和挑战的简要介绍。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时间的本质、相对论的影响,以及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和困难。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宇宙的诞生,并了解时间如何与宇宙的起源紧密相关。 请继续观看,因为我们将揭示更多关于宇宙的奥秘。 时间的起源和宇宙的诞生的精彩内容。 当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第二部分,宇宙的诞生理论。 解释宇宙起源的理论和相关证据。 部分二,宇宙的诞生理论。 一,大爆炸理论。 现在,我们来谈谈宇宙的诞生。 大爆炸理论是目前关于宇宙起源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之一。 根据这一理论,宇宙在约138亿年前诞生于一次极端的爆炸中。 从一个微小、高密度、高温的点开始膨胀扩展,形成我们所见的宇宙。 我们将深入了解大爆炸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支持它的证据。 二,宇宙背景辐射。 宇宙背景辐射是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 这是一种微弱的辐射,它是宇宙诞生后遗留下来的,并在整个宇宙中均匀分布。 我们将讨论它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它对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有什么重要影响。 三,其他宇宙起源理论。 尽管大爆炸理论目前是主要的宇宙起源理论,但还有其他令人兴奋的理论。 如多元宇宙理论和超显理论。 我们将简要提及这些理论,并讨论它们对我们对宇宙的看法提出了什么挑战核心的观点。 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深入探讨了宇宙的诞生理论。 包括大爆炸理论和相关证据,以及其他引人入胜的宇宙起源理论。 现在,请继续观看,因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讨论时间与宇宙的密切关联。 以及黑洞、奇异点和时间的区率。 这个主题充满了惊奇和未知,让我们一起深入挖掘宇宙的奥秘。 当然,我们现在将继续探讨第三部分,时间的起源与宇宙的关联。 这部分将探讨时间在宇宙形成和黑洞中的作用。 部分三,时间的起源与宇宙的关联。 一,时间的起源与宇宙。 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时间在宇宙形成中的角色。 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是,时间是否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存在。 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并探讨时间的起源是否与宇宙的诞生有关。 这是一个深奥的议题,引发了无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辩论。 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现象之一。 它们也与时间息息相关。 根据广义相对论,黑洞的存在造成了时间的区域。 这使得时间在黑洞附近变得极其缓慢。 我们将深入探讨黑洞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三,奇异点和时间的终结。 另一个令人著迷的概念是奇异点。 这是黑洞中心的一个极端区域。 拥有无限的密度和区率。 奇异点似乎是时间和空间的终结。 我们将讨论它们如何挑战我们对时间的常规理解,以及它们是否可能是时间旅行的关键。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部分的内容,我们深入探讨了时间在宇宙形成和黑洞中的角色。 这个主题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但它同时也引发了无数的好奇心。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后一部分,讨论当前的宇宙学研究和未来的未解之谜。 请继续观看,因为我们将继续启发你。 深入探索宇宙的奥秘。 当然,现在我们将继续探讨最后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和未解之谜。 以及鼓励观众深入研究宇宙的奥秘。 部分四,未来的研究和未解之谜。 一,当前宇宙学研究。 现在,让我们谈谈宇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科学家们使用先进的技术和望远镜来观测宇宙,并进行精密的测量。 引力波探测,宇宙微波背景的研究以及遥远星系的观察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宇宙的窗口。 我们将探讨这些当前的宇宙学研究领域,并了解它们对我们的知识有什么贡献。 二,未解之谜。 我们将讨论一些令人著迷的问题,如暗物质、暗能量和宇宙的命运。 这些未解之谜挑战着科学家,也激励住我们继续探索宇宙的神秘。 三,鼓励观众。 最后,我们想要鼓励观众继续深入研究宇宙的奥秘。 宇宙是一个充满惊奇和未知的地方,科学世界的可能性无限。 无论你是对宇宙有浓厚兴趣的科学爱好者,还是只是想更深入了解宇宙的奥秘。 都请保持好奇心,继续追寻知识。 结语,谢谢你们一路陪伴我们探索宇宙的奥秘,时间的起源和宇宙的诞生。 在这个旅程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时间的概念,宇宙的诞生理论,时间与宇宙的关联,以及当前宇宙学研究和未来的未解之谜。 我们希望这个影片启发了你,激发了你对宇宙的好奇心,并鼓励你继续探索科学的奥秘。 同时,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你的观看,我们期待与你一同深入探讨宇宙的未知领域。 再次,谢谢你的参与,并继续追寻知识的星辰大海。